9月5日,第二届深空探测天都国际会议在安徽屯西开幕 中国国家航天局探阅与航天工程中心嫦娥7号任务副总设计师唐玉华 在会上公布了中国首次禁地小行星防御任务方案与国际合作设想 并阐述了禁地小行星的危害性和小行星防御的重要性 因为小行星实际上在轨道运行的时候 正常情况下是不会威胁地球的 但是因为它在运行过程中受大天体的一些引力的影响 将会改变轨道然后进入地球的大气层 包括6500万年前有10公里级的小行星撞击地球 导致了恐龙的灭绝 所以这些危害将是对人类生存的一个极大的考验 据介绍 禁地小行星一直威胁着地球与生命的安全 而如此危险的天外来客在太阳系中超过3.5万个 作为航天大国 中国正在策划实施首次禁地小行星防御任务 那么我们国家此次就是要做的第一次小行星防御任务 它的特色就是一箭双星 那么撞击器和观测器同时发射 同时在撞击的同时 然后探测器载轨对撞击的效果 还有撞击过程进行观测 然后形成动能撞击加天地联合观测的 这个一个比较有特色的一个方案 唐玉华表示 禁地小行星防御关乎人类命运 中国愿与国际社会一道 强化共同应对机制 推动禁地小行星联合监测 预警防御能力提升 共同守护地球家园 首先就是在地基观测方面 国外的很多国家 包括美国 俄罗斯 意大利 很多国家实际上有比较大指径的 或者能力比较强的望远镜 我们特别希望能够加入 我们联合观测的这个队伍 然后其他方面的合作 我们现在也是 比如说载荷的联合研制 我们对这个小行星目标 要进行科学探测 那么很多方面的科学探测设备 实际上是可以进行联合研制的 另外就是有一些比较好的载荷 就科学探测设备 也可以在探测器上进行搭载 还有就是一些数据共享方面的 比如说观测数据 还有一些科学研究成果方面的 一些都可以进行数据共享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